今天我們做大威德金剛的附謀 為什麼我持了三個奏 Om.阿彌陀佛的心奏 又念了Om.阿拉伯扎那地 文師菩薩的心奏 又念了Om.阿彌陀佛 就是祥元摩尊 也就是祥元摩尊就是Yamadaka 它就是大威德金剛 Om.吹卡拉伯扎 包含了大威德金剛 吉元摩王 這幾個奏儀把它串連起來 那麼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 智慧第一的文書施利菩薩 再來 由文書施利菩薩 它進入閻羅王的心中 變化成為Yamadaka 就是大威德金剛明王 這是有核一 這是有核一 文書施利菩薩跟閻羅王 核一 才變成大威德金剛明王 這幾尊是有相關聯 都是相關聯在一起的 那麼大威德金剛 也就是師尊本身的最主要的護法 最主要的護法 大威德金剛 因為這一尊大威德金剛 也是中科巴 黃教格魯派中科巴的護法 它有形象 它的形象很多 有這個獨雄大威德 一手拿著嘎巴拉 一手拿著金剛夜刀 那麼前攻後劍 前面的腳是攻步 後面的腳是劍步 那麼它有憤怒象 頭滑往上術 這是獨雄大威德 另外還有這個六面 六手六足的大威德金剛明王 另外還有多手 三十幾個頭 三十幾隻手 很多隻腳的大威德金剛 那麼稱為十三尊大威德金剛明王 他的威力很大